作为金砖国家经济合作的一个重要机制 新开发银行为金砖国家等新兴的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 以及可持续发展项目提供了助力 在今年的金砖峰会上 金融领域合作、成员国本币融资 以及非洲大陆自贸区建设等成为了备受关注的热点话题 本月中旬 新开发银行在南非首次发行15亿兰特债券 得到资本市场的积极响应 总认购金额超过25亿兰特 这是新开发银行在南非首次发行本币债券 也是该行在第二个金砖国家发行本币债券 新开发银行副行长马斯多普表示 此次债券发行十分成功 也为新开发银行今后的本币债券发行树立了标杆 马斯多普说 本次金砖峰会也是探讨扩展新开发银行成员国的重要平台 今年有许多非洲国家参加会议 新开发银行期待与更多非洲国家展开金融领域的合作 新开发银行在南非建立的分支机构将面向非洲大陆服务更多新的伙伴 并为大型项目提供更多融资 在今年的金砖峰会上 另一大重要议题就是加快非洲大陆自贸区建设 目前随着自贸区建设的持续推进 各国之间跨境交易量增加 非洲国家也在积极推动自己的支付结算系统 我们有42元在Africa 当你想要交易 在交易中和交易中的交易中的交易中 你必须购买第三元 这是一个重要的困难 我们介绍了技术 技术的交易中的交易中的交易中的交易 去保证明 现在人们可以交易中交易中的交易中的交易中 谢谢大家